您好,欢迎收看4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25号疫情指负中期宣布本土个案有5,221例 花莲新增了150名确诊 以黄昏市场群聚案新增15人最多 呼吁从4月21号曾经复冠于羽球馆活动民众 尽快前往慈禁医院快栽 配合中央政策25号起将不再公告确诊者足迹 不过还是呼吁大家一定要随时做好自身防疫十连指 花莲25日新增151例通报确诊个案 以黄昏市场群聚案新增15人为大宗 社区感染也有48人 并呼吁4月21日乘附冠于羽球馆活动民众 尽速前往花莲词苑快栽 并说明配合中央 即日起将不再公告确诊足迹 国居花莲总医院的部分是4位 这个真的很辛苦 尤其这4位是在我们的快栽 快栽的现场服务一个礼拜 所以很辛苦 所以抵抗力也变弱了 所以我们要谢谢国居花莲医院 顾花的部分其中有11人 其实这11人其中一个人是到顾花 大概4月12号左右 12号左右到顾花去做抽血 所以这个部分被感染了 现在才转成阳性 其他的部分都是居隔中的家人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安全的 那另外外籍老师的部分也是 那有关于外线婚宴 也就是罗东婚宴延伸到满月酒 再延伸出来海底养衣 还有下包商的部分 这个部分增加了11人 而这11人当中都是家人 那也都是居隔中 那其中当然也有同学 所以这些同学在居隔中是没有到校的 所以这个我们校园上基本上还是 感谢各位家长通常还是安全的 那在我们的黄昏市场的部分 增加了15位 那摊商的部分增加的比较少 大概都是家人的 这个居隔中的家人在转成阳性 那另外因为黄昏市场有一些我们摊商呢 第一个他也在其他的市场早市的时候 有重叠到其他的早市 所以请各乡镇公所 有关于我们这个早市的部分 也要注意我们的倾销 倾销的部分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疫 那另外在某营区的部分增加了4人 那4人当中其实 现在在籍的军人很多都是住在家里 那当家中一旦有人血疹 那其实很容易他就是由阴转阳 居隔中由阴转阳的部分 那外线是有13人 南区社区群聚延伸的部分 今天有增加一位家人 所以表示我们南区社区的部分 其实还蛮稳定的 该居隔的都居隔的 而且大家都请受整个防疫的作为 这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春日 我们陈青莲里长 还有江代理政长 社区感染有48人 那这个部分有一些也都在疫调中 那有一些还是会拨回来 我们其他的群聚的部分 因为像昨天有70几位在疫调中 那今天就转进来了 那另外还有疫调中有41位 华链县府表示 居家隔离天数3加4新制尚未宣布核实生效 相信中央3加4的决定是许多专家随着讨论出来的结果 呼吁商亲确实做好自身防疫核实联制 请确诊者配合整理足迹与匡列名单 主动提供卫生局减少医院与卫生单位联系厘清的时间 接着长方雁华联事报导